你们改刀办书的人 就是不帮我们 把残疾的办事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一出伪造就伪造 我无所谓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 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负啥的刑事责任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交 骗是啥的跟我没收嘛 你伪造证件是犯法的哦 犯法 你凭啥说犯法 让他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 抓来好 好事好事 敢抓我 女儿 哎 您好 麻烦你个事情 您说 您说 我可以说 坐坐坐坐 我想绑个地宝 大爷 绑地宝有点要求 首先就是无经济收入 然后无劳动能力 还得无法定的抚养人或赡养人 您看 您这个 都够了 够了 行 我婆娘是得照 我是靠肩肥 拼把娃儿养的 好 好不容易 成了家有了娃儿 到工地上办事了 我爸 婆娘又抛了 就剩下个孙儿 我就是个残疾症 工作也不好找 我就想 麻烦你们帮我 办个地宝 你别 别着急 我肯定帮您办 您资料带了吗 带了 带了 这是我的残疾症 行 大爷这个您收好吧 好 那个别的那个身份证是什么 都带了 都带 您看 骑着 骑着 您放心啊 我这个资料给您提交了 尽快审核 如果这个月审核能过 下个月您就能领上低保了 真的呀 那就太谢谢了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 不用 不用 你叫啥子名字啊 您不用这么谢我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 我怕我以后出去捡匪嫔 还找不到人耽误实情 行 那个 那这个您先收着 好 我现在给您写啊 好 叔叔啊 这是我们的个人电话 你有什么事 打我们的工作电话 要不然就再上这儿来嘛 不能给我电话呀 你放心 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 好好好 那就 不好意思 那就这个样子 行 行 那就麻烦你们了 您放心吧 大爷 我 我肯定 好好好 谢谢 没事 没事的 我走了 好好好 您小心啊 哎哎哎哎 脑口又饱了 咋了呢 公司公白嘛 你又筷子给他 你把他以后来上你啊 不能 大爷可可怜了 这孩子身体不好 这个娃娃还是抬了呢 地儿啊 吴云啊 艾姐 你帮办的那个低保申请下来了 看看 办下来了吗 嗯 这怎么没通过呀 不符合条件呗 这个大爷啊 我们专门还去社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每天天一亮就到麻将馆里去打麻将 社区还给他报了那个职业培训 一回也没去过 他不是有残疾吗 这都是骗人的呗 你看他那个样子 哪里像是有残疾的 而且啊 这个残疾症在咱们系统里都是有报备的 根本就没查到他 这怎么能是这样呢 来 来 来 小五 我那个迪宝卡 咋个回事了 还没办好啊 那个 审核没通过 你不是都尽心尽力 咋个还通不过呢 我们那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流程的 我说了也不算 你怎么了 哎呀 哎呀 怎么 哎呀 头头头 小心头 哎呀 哎呀 哎呀我老公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吧 你会没地鲜蛋饭 我不可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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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快死了 哎呀 你怎么不可能看着我死在这 是 哎呀 我再帮您打听打听那个地宝的事 啊 好好 好 那我就 就等你好消息 行 我再问问啊 我这几天没吃饭呢 我心头我都黄了 我想麻烦你 借我一百块钱 我这也没有现金啊 不不 我刚才砍到了 你 你点 没吃饭是吧 没有 金黄 那 行 我那个 这个拿着 好 那咱起来吧 大爷 行了 地上凉啊 小五 我 拜托你的死心 一定要尽心去办啊 我 我再问问吧 好 尽快啊 哎 哎 没事啊 走了 这么多快递吗这是 都你的 我的 你点点看吧 我也没留这儿地址啊 怎么会寄到这儿来呢 不知道啊 你要先拆哪个 随便拆一个看看什么东西啊 什么呀这是 这是什么 小孩的衣服吧 好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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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不及格不跑 扇不及格不跑 咋个回事 我的低保卡咋个还没办好了 大爷 我没审核过了 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咋个不复活 我今天专门 你好声看 好声看 你们改造办事实人 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查你的办事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一出伪造就伪造 吴叔叔 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你们是搞啥的命当的 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 都是有备案的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 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负刑事责任的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脚 哎 骗子啥子跟我没收嘛 我一说这件事犯法的哦 犯法法 你骗子啥子我犯法 让人家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 抓那个 你敢抓我 好处好处的 给他那儿骗地宝吗 你想得我骗地宝 快走喽快走喽呀 我瞧得不想给你们两个人说 哎呀 我瞧得你 无意 急的 我瞧得 我瞧得我 不得了喽这个人真是 哎呀 上边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没事 谢谢啊 裴姐 你们公司还找人不 怎么还 还不行 还没找着 我瞧了几家 越瞧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我妈说得对 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 别这么想啊 这怎么能是废物呢 成都也不一样了 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 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 别那么想 那你要实在找不着 你只能跟我混了 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 你说得对 没事 来 继续 再投几家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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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吃饭啊 好 拜拜 浅姐厉害哟 姐姐 佩季 今天试试 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 都是一些家常菜 这个味道好特别 好像里面有 椎耳根 姜味太重 怕你吃着上火 就铺了点椎耳根 都是提前煮好 放进去的 打死哦 还有什么调料啊 还有小米椒 花椒 姜丝 维姜八角 这么复杂 好多调料啊 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嘛 有的人吃的是食材 有的人吃的是味道 你说吃得这么老大 其实感觉过日子 跟吃东西挺像的 调料多了 味道才有层次 有心的 意外的 放在一块儿 未必不是大好菜 弟弟给姐姐上课的 这些我倒都能吃 反正香菜是吃不了 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 做饭这么好吃 开什么茶馆啊 开餐馆啊 以前也不是没想过 现在不想了 现在觉得 卖茶也挺好 自己说的话不想说了 什么有心的 意外的 放在一起 未必不是的好菜 一点点做嘛 一点点做嘛 茶馆可以先做点家常菜 就这酸姜豆炒饭 就是我在程度吃的最好吃 别人吃不着了 我觉得可惜了 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 帮你宣传宣传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这做啥子 你有在想开关子的死啊 老好 老二 老二 你一会儿好好地擦味不开 一天到黑相东相思 叔叔 您儿子做饭 真的很好吃 您过来尝一下吧 我不吃 我给您吃 您看 这 它这个紫浆鸭 超级好吃 它里面放了周耳根 您看 味道一桀 还有黑相鹿炒饭 我吃过成都最好吃一家 因为好有点特别嫩 才是成都最好吃的 这我倒都没吃过 但刚才我喝 你先走一会儿啊 叔叔 我运吐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找碗他啊 我先走了 周叔 没事吧 我真是 去跟叔叔说一说 行 行 行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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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样 对不起啊 齐串串 齐茶馆 齐普 所以你见过我吧 我们四个原来 经常去齐串串吃饭 说真的 你怎么了 我想